11月27日训郑郑站休斯敦式拼赛的青岛名将陈梦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迎来开赛以来的首场硬仗 在与日本选手平野梅宇的8分之1决赛中 他顶住压力以总比分4比3战胜对手 闯入本次赛事的女单八强 关海新闻忠实读者郑宁舍 这是陈梦在本届式拼赛女单比赛中的第三次登场亮相 前面两场他均以4比0横扫对手晋级 现世界排名第12位的平野梅宇 是日本乒乓球队林明后一代的代表性球员之一 2017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 他曾连胜兵名朱宇林和陈梦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亚锦赛女单冠军 尽管从那之后遭遇国拼重点研究的平野梅宇 对战中国选手是胜率较低 但从综合实力来说 他仍是一堂美城之外 日本队最具冲击性的选手 关海新闻忠实读者郑宁舍今天的比赛 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 双方首局平野梅宇就与陈梦展开缠斗 在战之时平后 陈梦才抓住机会以12比10胜出 第二局和第三局 平野梅宇越打越兴奋 而陈梦则明显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 以13比158比11连丢两局 总比分1比2落后 关键的第四局 陈梦开局阶段依然无法找到有效控制对手的手段 一度以4比8落后 关键时刻 陈梦采取勇敢上手搏杀的战术 一股作气打出7比0的小高潮 以11比8扳回一局 两人在随后两局各取一分 比赛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 决胜时刻 陈梦终于展现出 世界排名第一和奥运冠军的霸气 11比5拿下关键一局 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4分之1决赛中 陈梦将遭遇另一位日本选手石川家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